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德行是人体能量场的源泉 人的意念越专一 力量就越大 只要念头症越单纯越好 越单纯越容易成功 而生性多疑 优柔寡断的人做事很难成功 今天小万就说一说心量和能量的关系 人的一生又是一个耗能过程 如果不人为地加以控制 人的这一能量场就只会减弱而不会增强 胡思乱想的人最好神 心静养神是恢复自身能量的最好方法 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 不同的人能量场的强度也是不同的 但有相同想法人能量是能够相合的 人在无私无欲 清静淡薄的情况下 能量场是最强的 比喻外来侵害的能量也最强的 人的意识就是一种无形的能量 称为意念力 这种能量通过人的意识发射在空间之中 形成强度不同的能量波 它可以影响和改变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向 也可以直接对事物产生改变 只不过此能量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 意念力强的人可以改变物体的存在方式 可以影响别人的能量场 实际上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能量的获取与释放的过程 除了从饮食中获取能量外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还需要从虚空中获取能量 这个能量的获取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虚 净二字而已 态度乐观 积极 向上的人充满热心 希望与信念 这样的人就像是一个正能量磁场或一种气流 可补充或改造四周较弱的负能量磁场 正能量还能吸引并增强小的正能量磁场 在遇到较强的负能量时 往往能起中和的作用 使消极的影响力消退 以原则为核心的人有时只是远离有害的氛围 智慧使他们能够预感负能量的强度 掌握处事时的幽默感和时机 了解你自身的能量知道你是如何散发并引导这股能量的 当你现身困惑 争执或消极能量之中时 你应当谨励做个合适佬 尝试解脱或改变破坏性的能量 当积极的能量与下一个特质结合时 你会发现它具有一种自我完成的预见性 对消极的行为 批评或人性弱点不会过度反应 发现了别人的弱点不要趾高弃扬 了解人性弱点但更知道行为和潜力是两回事 人都有未发掘的潜能 感激上天富裕的一切 同时以怜悯之心宽恕和遗忘他人的不敬 既不会怀恨在心 也不会对他人乱贴标签 心存刻板印象 相人分成三六九等或对人乱下断语 恰恰相反 要能在橡树种子里见到橡树 了解帮助种子成为高大橡树的过程 信什么就能见到什么 对孩子也一样 要相信它尚未开发的潜能 创造一种适合成长和生长机会的环境 学会感知自己的价值 勇气和正直即是证明 无需自夸或借用他人的名气 也无需靠炫耀财物 资历 头衔或过去的成就 来增加自己的分量 开诚不公地与人沟通 简单 直接 不做作 不走极端 不要求世事非赢即输 也不将万事万物一分为二 分为好或坏 是或不是 而是以连续先后有序和逐层分析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有能力分辨 觉察情况之一通 行动与态度 依状况而定 均衡 合宜 适中 明智 不为昨天感伤 不为明天做白日梦 理性地活在现在 仔细地盘算未来 并随环境的变动而调整自己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当你充满欢喜心 慈悲心 包容心的时候 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 当你打开智慧之门 法喜充满的时候 你获得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 当一个人真正发一个大的善愿后 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 反之 当你内心充满怨恨 恐惧 无奈 嫉妒 烦恼的时候 你的能量会迅速流失 加速衰老与死亡 尤其是恐惧 它会让你的能量顷刻间丧失殆尽 失去生命 知道这个秘密 你该知道了如何让身体健康 如何消除疾病了吧 这一切必须是发自内心的 绝对不能是装出来的 虚荣心也是极为消耗你的能量的 人在说谎的时候是很消耗能量的 这点你必须知道 修炼修什么 就是修得让自己健康长寿 快乐幸福 增长智慧 让内心充满安详 练修什么 就是修得让自己健康长寿 快乐幸福 在与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个经验 就是有的人会给你很舒服的感觉 让你很有亲近他的念头 而有的人就会让你很紧张 也很不舒服 一刻也不想和他在一起 其实这些都是和人的心念有关 今天我们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 首先要知道心念的重要性 善念感召的是健康和吉祥 恶念感召的是疾病和灾难 这绝对不是迷信 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 智慧其实也是一种能量 而且是高级的 看不见的能量 一个人能力的大小 其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的智慧 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为什么他们做事就能成功的 根本原因 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 他们是心念一动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 来帮助他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 智慧能量的来源需要我们能虚极静度来从天地吸取 一个静不下来 虚不下来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大智慧的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个人拥有的能量大小是和他的心量完全成正比的 他的心量有多大 他吸取的能量就会有多大 能量越大 能力就越强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他内在的能量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 做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能量代价的 其实无论是生命的过程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能量的收放过程 我们说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 他往往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 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 但任何人的能量状态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 该干的时候干 不该干的时候就要掏我光养晦 应该知道做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能量代价的 其实无论是生命的过程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能量的收放过程 我们说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 他往往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 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 但任何人的能量状态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 该干的时候干 不该干的时候就要韬光养晦 一个人的命无非就是由体能 智能 德能三部分构成 再细分的话 德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根 慧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干 体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枝叶 一个修炼人 修也就是修这三个方面 经络不通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心里有障碍了 心有一处不通 则身体就会对应有一条经络堵塞 心是掌管信息的 而信息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能量通道堵塞了 首先要从心来调整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道长就曾经说过 一个人他每一个痛苦都有一个罪恶与之相对应 心里的罪恶不除 痛苦就不可能解除 那么什么东西会堵塞我们的心呢 怨恨恼怒烦 贪淫邪恶 这些就是堵塞我们清净内心的罪魁祸首 所以小万想要告诉大家解除身体的痛苦 必须保持一颗无私无欲的清净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